萨古鲁谈走向探索的第一步 是你要知道自己不知道 走在灵性道路上 意味着你没有对任何事情做出结论 你在探索 做一个探索者 意味着你想知道 一个人只有在不知道的时候 才能探索 如果他假定目的是上帝 或解脱 或这个或那个 就不是探索 不幸的是 世界上大多数的探索者 都已经对什么事结局 做出了结论 然后他们又开始寻找 这意味着 你在寻找你创造的东西 如果你想寻找你所创造的 就没有必要去寻找 这很简单 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种 错误的精神追求 正在世界上大规模地进行着 它已经成为一件大事 如果你说出一句反对它的话 就等于 亵渎神明 或 无神论 如果一个人 假定另一端是什么 就不会有真正的追求 只有当一个人 意识到他不知道的时候 才是在真正寻求的 然后就有可能采取下一步 看看自己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内部和周围 许多过程都是活跃的 把泥土变成食物 被称为农业 把食物转化为人体细胞 叫做消化 如果你将一块石头 转化为神圣的 那么我们称之为圣化 就这样 我们周围发生了许多过程 灵性的进程 是一个内在的奉献的过程 把这个肉体和骨头 转化成一个更高的可能性 你不知道最终的可能性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 同样的肉体和骨头 可以在不同的维度上 发挥作用 它可以只是一堆肉 它可以变成快乐 爱 横 苦 很多东西 一个灵性进程 意味着不断地 把你现在所说的 我 转变成一个更高的可能性 如果你假设 最终的可能性是什么 那么 这个过程 就被破坏了 这并不意味着 你只能一步一步来 你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大多数人 一步一步来 分期付款 因为对过程的信任 是分期付款的 但是 如果你坚持这个过程 一段时间 如果你愿意强化 你内心的生活 无论你现在能做什么 那么 没有必要 一步一步来 一个人 可以直接 进入开启 实际上 没有这样的步骤 如果你不再渴望 任何特别的东西 而是愿意 对生活中的 每一件事 都充满激情 那么 这条路 就会变得 简单得多